歡迎收看CPTV的國情講程 繼續有我和鄭教授在這裡 區議會選舉就剛剛完結了 選舉結果亦都塵埃落頂 雖然有很多區都說要選舉程程 還未知究竟會程到多少年 但是很多選舉的結果又出來了 很多報章或者傳媒或者大家都覺得 今次是民建聯大勝 中聯辦300元一票 有這個效果和真的令到有些 漫漫緊的人都輸了 但很奇怪就是很多時候 譬如現在報紙也報泛民大敗 但如果看這個選舉結果 其實真的不一定 你說泛民贏當然不是 你說泛民輸一點點是真的 但是人家鋪天蓋地的資源 那麼我們死守死撐 就是你可以說輸一球 或者勉強打和 試不輸點數 那就差不多了 那麼我們參與協調那六個泛民組織 結果都是維持八十八值 就是沒有輸到 那麼這個都幾難能可貴 那麼當然就是大家也都見得到 就是人民力量和這個社民聯的成績 就比較差 那麼這個也是吸引了 國方主義的一個後果 公民黨做得沒有那麼好 不見了四席 但是我們撇開社民聯和人民力量 沒有參與協調的 公民黨輸了四席 但是民主黨、街工和新民主同盟 都稍有進帳 一人撇開一兩席多些 加起來都打一個平手 就是八十八席 那麼大家也記得 當我們走出來的時候 如果能夠守住現有二席多一兩席 都好起出望外 大家都知道形勢很嚴峻 當時甚至會說 泛民會輸二十席 甚至二十席多的預測都有 有些記者、有些評論員 那麼現在參與協調的泛民 那麼在大家沒有碰撞的情況下 保住現有二席 不太頑皮了 而且得票票數也都跌了少少 但是也都不是說跌很多 以這麼有限的資源 又傳什麼內控等等的情況下 成績勉勉強強 絕對不敢說好 但其實最矚目的可能就是 政治明星紛紛落馬 但是我們都承認民主黨的新秀做得很好 有十四個人搶到新的席位回來 這個成績其實是很值得注意的 就是泛民也好 民主黨也好 只要有年輕人 落力長期在這個選區工作 都可以贏到 是的 因為今次選舉看到 所謂的一些大議題 不是一些非地區議題 就算是之前建制派怎樣去炒作也好 都是沒有什麼影響 其實是一個真是給大家看穿了局 其實這些事情 就真的不一定是影響這個區議會選情 到最後都是好看這個地區工作 我教授剛才說 除了民主黨是有十四個新人 兼且可以搶到議席 兼且是有一堆新進比較年輕的四個 街工 街工上次譬如周偉雄 上次攜勝東保選 就輸給賴芬芳 就是一個很少的margin 今次反過來贏 賴芬芳成三千票 是不是 搞到人家連保證金都要 拿不回來 你看到 其實真的在地區上面的層面 你真的做到事 選民是會看到的 之前亦都有 除了我們的民黨 亦都害怕 有些可能是現任的議員 是因為這個外傭的居港權問題 就被一些在這件事件上炒作的人 就可以得逞這樣打定 誰知道不是 反而那些人贏得有得 所以其實今次的選舉 對於區議會選舉看到 即地區政績是十分重要 在選民投票的時候就是決定 就是用這些事來決定 其實我教訓都很清楚 就是政黨不能再靠明星 政黨就是一個組織 即不是一個議員的後援會 不是一個明星的後援會 不是一個明星帶著整班支持者 政黨是真真要憑理念 憑工作去吸引一大批人員 特別是現在這樣的環境 要吸引年青人的支持 這批黨員要平日真的要去做事 選舉的當然要躺身 不選舉的也希望盡力幫忙 你這樣才能夠鞏固黨的成績 特別是大家都看到 今次這些只靠拿著黨的招牌那支旗 或者靠一個明星效應 一個名氣 或者再執著比較空泛的民主法治 這樣的議題 是贏不到選票 真真正正說 你有沒有長時期在區鎮服務 我想選民的眼睛始終都是雪糧 即使你沒有蛇齋、腫、月餅 但是別人見到你 的確確經常見到你 經常很熱誠服務 我想都是贏得人的支持 而且更加重要的我們看到 民主運動裏面各個組織的領導人物 都會在這一屆下一屆的選舉 要退出政壇年紀關係 這樣的時候 真是更加要著重去培養年青人 終生代好、年青人好 其實我們都有一些感觸 就是所有政黨 公民黨好、民主黨好 我想各個政黨都是這樣的 當然有個恩選的程序 恩選的程序當然是問你 喂輸了 留不留在區路 繼續勢 每個人都說沒有 因為你不說留 就立即沒有 但是選完 真的要問有幾多個繼續留 這個亦都關乎誠信問題 一個人都不能夠口輕輕地說 你說繼續留 那就真是要想清楚 因為一個人走出來 作出一個承諾 都要守 如果你是沒有心守 你就不要說這個承諾 大家亦都明白 大家都要知道 我留我都要解決生活 但是你應該有一個交代 應該有一個解釋 你有一個怎樣的打算 而不是別人問你留不留 你說 之後又不見人 我想我們公民黨現在都要面對一個情況 就是人家真的問你 上次說41人出選 七個人贏 其他那34個呢 人兄人姐 在過去四年有沒有做到事 有甚麼打算 現在我們派40多人出去選 七個人回來 其他那三十幾位 人兄人姐又有甚麼打算 我想大家都有個交代 如果不是 就是 真是別人對你沒有信任 你下一次怎樣解釋 如果我是你的對手 我是民建聯 我一定拿著這個來攻擊你 這些問題是不能夠迴避的 就算是換人 都要有一個交接安排 你有交代 譬如說我不選了 因為家庭 因為工作關係 於是我希望怎樣 有個安排 對 最少可以在一個交接方面 要不就自己黨 可以有些黨員 繼續在地區服務 或者找一些社區熱心人士 至少支持民主 你也要去一個區 再不然真的要讓 給其他政黨有興趣的去經營 不是說 搞完三四個月 出現每一天廢炒 就算了 其實真的 你地區事務 天天都是選舉天 天天地區都有事發生 你跟得足 又或者你出現得足 那些人是看到的 很多時候 其實這次贏的 就是泛民新的候選人 真是沒有議席 打到有議席的那些區 都是這樣打回來 真是透過四年六年 甚至有些是八年 扎根在社區 選過一次輸了之後 第二次才有得回 是因為這句話不容易說 就說在哪裏跌低 在哪裏站起來 當然非常尊重這樣的精神 這些精神都是有回報 但是這句話真是不容易說 你說要做到 其實當初去參選 大家都應該有一個理解 承擔的就是 不是很輕易一次去選就贏 特別是當時公民黨是新的 找不到人是扎根四年 扎根一年多 或一年多些 都沒有哪幾個 有的都是現任 諸如此類 你只去做六個月不足一年的事 輸了你就放棄 那就真是沒有什麼機會了 下次 你起碼現在 我不敢說四年 今時今日 起碼兩年 大家現實說句 不是四年 你起碼早兩年下去 半年 你真是無謂選 所以大家 在這一次的區議會選舉 完了之後 好了 現在坐下 靜靜地想 下一步 真是不要放棄社區 繼續去做 繼續去想 休息回來 我們繼續去 可以探討一下 其實那些大佬怎麼辦 因為始終那些大佬 今屆選輸 或者選贏之後 下一屆立法會怎麼辦 休息回來 我們再談 好 歡迎回到國情講情 這一節我們去探討一下 所謂的泛民大敗 即七個大佬大敗 這件事件 和其實影響到明年立法會的 怎樣看 這七個人兄裏面 其實有些都在地區裏面 做這個區議員做了很久 包括民主黨的李永達 亦都要包括公民黨的陳淑莊 其他大佬 就真的 已經不是很扎根 所以有時候有些是恐狂 一年或一年半前 有些就知道 原來那個區議員 因為有問題 可能今年選不到 就去那個區 加上這些所謂的七個輸了的人 再包括有些區議會的議會工作 其實亦都看到 亦都相對於立法會 就不是這麼積極 因為始終人的 這個時間 空間的性是有限的 做得好不好 是很靠他的地區團隊的腳 又沒有幫他好好地去管理 以及在地區服務 所以其實七個人 我覺得各有 各有輸的理由 其實很簡單 第一 我當然從一個非常理想主義者的角度來看 講了幾十年 不過沒有人聽 那些大哥大姐做立法會議員 做兩屆下來 給年輕人一個機會 而且大家都知道 每個政黨真的很需要人做事 一些做了兩任立法會議員 有地位有經驗 在黨內工作 其實應該可以為黨做出很重要的貢獻 現在大家都看到 每個黨都很缺乏人 去做一些普通的行政策劃 選舉工作 你沒有這一類人就不行 其次就是 退一步說 大家說 你這個大哥大姐空降 與其空降 或者是沒有什麼心機去做 或者是沒有時間去做 那你就不如支持一個助手 好好地經營區 你在這裏 你會看到 民建聯經常執著何秀蘭 這個例子 不脅攻擊 當然 2003年 趁著反23條的聲勢 何秀蘭在觀龍樓壓倒葉國謙 但之後 的確他沒有做到地區工作 下一屆都不選 但別人會問 你如果不做的話 你起碼都撐著一個年輕人 一個助手 很用心做好地區工作 下次你說明是他選 起碼有交代 你如果現在是這樣 人家真的會對所有空降 非常反感 因為你空降之後不見人 你試過一個何秀蘭 現在再試過這一類空降 而我大膽講一句 這類空降 多數都不會再選 亦不會繼續留在一個區做工作 以後 還哪裏有空降效果 大家忘記了空降 就真的要清清楚楚 培養接班人 清清楚楚給年輕人有機會 否則 我們真的沒有甚麼接班人 民主運動也要一浪一浪 一波一波這樣下去 尤其是今次做到區議員 民選區議員 更加可以 有機會可以選超級區議員 選民都不是猛的 好看到就是你空降下一步 你可能是想選超級區議員 你做了超級的時候 立法會的選區就是全香港 相比於1萬7人的社區 其實相對之下 相對之下 這個亦都是無可避免的一個 所主觀的一個認識 所以大家是看到的 你空降下來 選完之後 真是給你 你怎樣的 你就會全港 選完之後 你就會覺得 你是否在利用我的區 如果你說 長期服務我的區 到最後拿到了 之後真的選了 這個超級區議員 就另作別話 起碼我真的拿到議席 在地區服務局 反而今次真的害怕 就是這七個立法會議員 輸了 下一次真的 一二年怎樣選呢 你看得到 就是 似乎真是親中陣營的部署 和打擊力都很強 就是看著你們打 搞到現在整個泛民 環顧四周 去哪裏找三個 很有份量 很有吸引力的 選全港 即是區議員 以區議員身份 選全港超級 立法會議員 真是很困難 我想要大家坐下來 談談 起碼何俊仁有一個 但是也有人提及 既然是換身身代 不如給一些新身代試一下 就算開一條新飛也好 派一些大佬第二也好 起碼可以做到一件事 就是青年去替換 去更新 去加快民主派陣營的 換人流程 你民主黨現在真的只有兩個 即是陶謹申和何俊仁 金乃威我相信 形象很坦率說 如果選全港比較困難 還有馮劍基和梁耀忠 他們兩位 是否得到公民黨民主黨 全力支持 去代表泛民去選全港立法會議員 亦有問題 所以需要快快去談好 當然如果我們全力支持三個搶彎三席回來 這個當然是最好的成績 始終超級區議會只有五席 哪一邊多 哪一邊是三 哪一邊是二 真的會影響整個架局 我相信何俊仁會有一個困難 他很可能又要選特首 選完特首 大家都知道是實輸 選完特首 如果表現期間 順勢選超級區立法會議員 都應該不錯 這個當然是一個考慮 但誰補他身西的位置 又是可以想想 其實真是我們應該有個開闊的心胸 很嚴肅地想想 有哪些中生代新生代是可以選的 盡快給予人家機會 這個問題我們說過很多次 亦真的要注意 但接下來的時間 現在大家都最害怕 究竟不算人民力量 究竟可能我們的黨和社民連 怎麽算呢 這次對於議席上 公民黨真的輸了些 但最慘的是社民連 全軍覆沒 完全是撐得很遠 這個時間 我們當然希望社民連也好 人民力量也好 都能夠繼續兩條退走路 街頭政治是街頭政治 畢竟大家都相信人民力量也好 社民連也好 都會繼續參與立法會選舉 你參與立法會選舉 你總得盡量在區議會選舉裏面 繼續做功夫 都要搶回資源 搶回基地 這都很重要 這當然就是這兩個組織自己想想要怎樣做 我個人來說 真的希望大家都能夠盡量合作 至少不要相互攻擊 不要相互針對 一個運動裏面 當然有比較闊的政治光譜 大家可能在戰略戰術上有不同的意見 我覺得都是正常的 但是希望真的要分清 主要矛盾 次要矛盾 盡量避免相互的攻擊 相互的破壞 好 今集獲情講情到這裏 大家可能一年之後再看這節目 希望有些不同 今集到這裏 其實真的整體來說 成績勉勉強強 好今集到這裏 我們下一集再見